就是打起精神来 打了那种马飞针的那种硬撑着大国的气派 然后一看镜头马上来精神了 没镜头的时候给人家哀苦哀求 我们要和好啊 我们要做交易啊 我们要做生意啊 你们不是这么搞啊 我们是私下里面支持你们的 然后一看有镜头 你说 你说 所以说所有欧洲人才学会 他说他们真是指老虎啊 他们是细子啊 然后欧中某国的人问王毅 说现在中国经济怎么样啊 王毅就跟他趴这儿都说实在不好 真的不好 咱们大家都不好 所以咱们要做生意啊 这是个机会啊 我们改革开放啊 他说到讲话的时候 他说他就开始了 胡云了就开始了 中国经济最强大 你们也不要实习这机会 这就是威逼利用 灯眼说瞎话 好 好